来看温馨的活动 华盛顿文教基金会 日前在台中市圆满户外剧场 举行星光野餐公益音乐会 他们表示 今年主题定为聆听爱 由华盛顿中小学以及幼儿园共同演出 预计超过500名志工参与 这场慈善盛事 要为台中育音乐以及十方请能中心来募款 而这已经是第六年来举办 不只带给学生演出的舞台 从中也培养学童良善的好品格 华盛顿中学合唱团 现唱电影《小美人鱼》中的两首主题曲 为这一场由华盛顿文教基金会所主办的 聆听爱星光野餐公益音乐会来开场 而接着又是华盛顿小学合唱团 带来真善美电影主题曲 一旁幼儿园学童也跟着律动 展现天真活泼的一面 这个音乐会一共有600名的孩子 单正演出场面相当盛大 我们华盛顿小学呢 今年是以我们的英语歌谣的合唱团 然后他们在平时呢 也做出了很多练习 在我们这几年的英语歌谣比赛中 都拿到第一名第二名的成绩 我是小美人鱼 然后为了诠释这个角色 我又回去把小美人鱼这部电影再看了一遍 这样子 然后虽然练习非常的辛苦 但是一想到是可以做这么美好的事情 我就觉得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这次的主题是聆听音乐 聆听爱的音乐 要影音的话 要一个户外的剧场 然后让观众能够有轻身立临到现场的感觉 像这次我们的曲目的背景 有柏林的森林剧场 我觉得那个跟我们的圆满剧场蛮雷同的 所以让大家看着一幕 好像身立其境的感觉 主办单位表示 慈善音乐会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年 而这次是以星光解餐的方式 邀请民众来欣赏音乐会 除了学童精心策划演出外 今年更跟乐赏音乐教育基金会合作 以主持人导图的方式来介绍古典乐曲 并且搭配六百寸的大荧幕来欣赏影音 让古典音乐更加的频率竞争 因为这次有用到六百寸的大荧幕 会希望让大家看到这一种高画质的影片欣赏 那让带大家去看看世界各地 尤其类似我们圆满台中圆满剧场 有一个在德国也有一个森林剧场 一模一样的今天会跟大家介绍 我们特地做了一个六百寸的大荧幕 选了九首的古典音乐 让大家能听能看 然后欣赏古典音乐 这首音乐会所推出的爱的灿烂 也结合了师生家长们亲手缝制的 十款爱心宝宝调式来入场义卖 而所得全数捐给台中育音院 以及十方奇能中心 这双介子培养学童良善的好品格 并且更加懂得感恩 就这里这样台中采访不到